下边我们来看呢 第二个支点 委托加工环节 应那消费性的计算 首先要确定什么叫委托加工 我们在前边已经介绍过 大家还记得吗 所谓委托加工 指的是谁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 在消费性中 一定要注意 是委托方提供的原料和主要材料 咱们要注意啊 谁提供的 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 受托方只是收取加工费 和带电部分辅助材料 加工的呢 这才叫委托加工 除此之外 其他的情况都不叫委托加工 比如说下列情况 在消费性中不属于委托加工 第一 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 生产的因素消费 比如说一个超市 委托一个酒厂 你有加工白酒 那么材料你出 那么辅料你出 加工费你收 那对不起 这不叫委托加工 这叫做酒厂销售呢 自产白酒 这一个 这是由受托方提供原料 原材料生产的因素消费 不叫委托加工 第二个 受托方先将原材料 卖给委托方 我先把这个酒啊 烟丝 烟叶 这些生产 烟酒的材料卖给你 然后呢 你再把它发给我 我再给你委托加工 那不叫委托加工 来 受托方先将原材料 卖给委托方 再接受呢 加工的因素消费品 它不叫呢 委托加工 第三个 是由受托方 以委托方名义 构进原料生产的 因素消费品 说呢 哎 你让委托加工 我拿你的名义去买 买完之后再把你加工 对不起 这也不叫委托加工 这也叫做 那么销售资产的因素消费 这是呢 委托加工的界定 你后边你说 哎老师记不住 没关系 你记谁 记这个 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 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 和带电的部分辅助材料 加工的因素消费 这是呢 委托加工的一个界定 第二个 代收代交税款的界定 在委托加工中 大家呢 要注意 受托方 比如说 一个超市 委托一个酒厂 加工白酒 或者加工高档化妆品 都是什么 都是 受托方提供加工劳务 所以 受托方 是增值税的纳稳 受托方 是增值纳稳 受托方交过增值税之后 再给委托方 收的钱里边 既包括 不含增值税的加工费 也包括增值税款 所以 他把增税 转给了 委托方 负担 所以委托方 是增税的 负税人 他负担税款 那下边 消费税 不一样了 消费税 委托方 是消费税的 纳税人 一定要注意 委托方 是消费税纳税 比如说 一个超市 委托酒厂 加工白酒 那超市 是委托 是委托方 是消费税纳税 而受托方 是这样子的 如果受托方 是个人 含个体货 那此时 委托方 你在收回 应税消费税之后 向委托方 所在的主管 事务机关 交纳消费税 那么 这是呢 一个 如果呢 这个受托方 是 个人 含个体 供杀户 以外的 其他的呢 这个企业 那此时 咱们怎么办 也就是说 你受托方 不是个人 不是个体货 那此时 你受托方 应该 代收 代交消费税 我们前边呢 强调过的内容 受托方 应该代收 代交消费税 那么 按什么标准 代收代交 有同类售价 谁有同类售价 受托方 有同类售价 按受托方 的同类售价 受托方 没同类售价 按组成 继续价格 代收代交 这是呢 一个 下边 如果受托方 应当代收代交消费税 但是呢 他没有代收代交 应该由谁来补交 应该委托方 补交税款 因为委托方 是纳税人 你应该代收代交 没有代收代交 那么税务机关 向纳税人 追证税款 对扣缴 有人 除以应扣 未扣 应收 未收税款 50%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注意呢 罚款的额度 这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 那下边 如果呢 委托方要补交呢 消费税的话 他按什么依据来补交 应该是呢 如果这批产品 已经卖掉了 直接销售了 按销售额 计算纳税 我收回这批产品之后 我直接卖了 以我的售价 来计算纳税 如果没有销售 或不能呢 直接销售的 则以委托加工业务中的组成 计税价格 做计税依据 组成计税价格 我们一会再说 这是一个 那对于呢 受托方 你应该代收代掉税款 没有代收代掉税款的话 我们刚刚强调过 事务机关向谁 这种税款 向委托方 这种税款 那下边 对受托方 受托方是扣脚 一个人 除以应收 那么税款的呢 百分之五十 到三倍以下的罚款 注意呢 罚款的额度 这一次呢 这个增值税 它的纳税 是受托方 消费税纳税 是委托方 那么单身的受托方 除个人 个体户以外 那么受托方 应该代收代交 消费税 这大家呢 这大家呢 要注意的 下边 你要代收代交调税的话 咱们呢 这个税款 怎么计算 如何确定呢 组成继续价格 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下 首先 在增值税中 在委托加工中 受托方 提供加工服务 受托方 以加工费 做增值税的呢 继续依据 这是谁的事 是受托方 提供加工服务 受托方 以加工费 做增值税的 继续依据 这是呢 第一个 第二个 是委托方 是消费税的纳税 受托方呢 除个人 含个体户以外 他应该代收代交 消费税 那么代收代交费税时 大家要注意 顺序 什么叫顺序 有受托方的同类售价 按同类售价 没有同类售价 按组成继续价格 一定要注意 顺序 第一个 第二个 组成继续价格的确定 那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顺序 受托方 有同类售价 按受托方的同类售价 做继续依据 受托方 如果没有同类售价 你看它是第二顺序 一定要记得 长幼有序 别窜顺序 那么顺序很重要 下边 如果从价定律 征消费税的话 那么它的组成续价格 应该是什么 它组成续价格 应该是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消费税 那下边 你的这个加工费 其实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里边 相当于咱们资产资用的什么 成本加利润 对不对 加工费里边 已经含了利润了 那好 那么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下边 你呢 这个要加上消费税 消费是未知的 怎么办 怎么推导 消费税如果是 从价定律 争消费税的 消费税等于 组成技术价格 乘以消费税比例税率 所以此时 你把呢 这个消费率 组成技术价格 乘以比例税率 挪到公式的左边去 咱们就会形成什么 组成技术价格 乘以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等于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所以你会得到 组成技术价格 等于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两者之合 出于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一个 如果是负荷期税的话 则是什么 则是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加上什么 多一个消费税的定额税 消费税的定额税 等于什么 等于委托加工数量 乘以消费税的定额税率 这是委托加工数量 乘以消费税定额税率 那这是定额税 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加定额税 三者之合 出于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这个公式的推导 和咱们前边 资产自用的公式推导 是一样的思路 大家自己推导一下 我这里边 就不和大家呢 在单独呢 推导这公式了 那好 那一定要注意 在这个计税价格中 有受夺方的同类售价 谁的同类售价 受夺方 为什么受夺方 因为受夺方干这活干的时间长 那么他有同类售价的可能性 远高于委托方的呢 这个可能性 所以是受夺方有同类售价 按受夺方同类售价算 没有同类售价 按组成计税价格算 所以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 那么在组成计税价格中 大家呢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材料成本 是不含增值税的材料成本 要注意 这个材料成本不含增值税 但是呢 对于酒类产品 那么对于呢 酒类产品很特殊 我们在第二章增值税讲过 它的呢 农产品金项税额的核定 应该是核定扣除 由于呢 酒类产品 农产品的金项税额 核定扣除 而核定扣除呢 是这个材料买进的时候 先不抵金项 等到呢 你的产品销售了 咱们呢 在核定扣除金项 所以农产品的金项税额 是在产品销售时 而不是在 这个原料呢 购尽时 抵扣金项 因此 对于酒类产品 它的农产品的材料成本中 不扣除农产品的金项 也就是说 它的农产品的材料成本里边 是含农产品的金项税额的 这酒类产品的特殊 大家呢 要注意 第二个 加工费 对于呢 加工费来讲 它是呢 不含随加工费呢 所收取的增值税款 也就是说呢 加工费里边不含增值税 它不含 代收代交的消费税 一定要注意 这个消费税不是不含消费税 而不含什么 代收代交的消费税 那这是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的 是不含收取的增值税 和代收代交消费税 是加工费的含义 但是要含 代电的辅料的成本 这是呢 材料成本和加工费的含义 那也就是说 材料成本加工费 放在一起 不含增值税 不含代收代交的消费税 那么 但是呢 要含它代电辅料成本 这一个 对于酒类产品 由于呢 农产品的进向税额 核定扣除 所以呢 酒类产品中的 农产品材料成本里边 是含农产品的进向税额的 那这是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组成计税价格 你确定完组成计税价格之后 你用组成计税价格 乘以它的适用税率 计算出从价定律的应纳税额 你确定完组成计税价格之后 用从组成计税价格乘以比例税率 再加上呢 销售数量 那么乘以定额税率 计算出负荷计税的应纳税额来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委托加工情况下 它的呢 计税销售的确定 我们来看呢 相应的题目 第一道题 多选题 下列关于交纳消费税 是用计税依据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那么哪个是正确的 A 委托加工应税销品 应当首先以 受托方同类销品的售价 做计税依据 对不对 那么 应该是先售价 然后再阻价 正确 B 为换取呢 生产资料所消耗的 自产应税销品 应以纳税同类销品的 平均售价 做计数依据 对吗 当然不对 头底换 按什么 按最高售价 而不是平均售价 这样C 作为福利发放的 自产应税销品 应以纳税同类销品的 最高售价 做计税价格 对不对 不对 只有头底换 按最高售价 你福利的 赠送的 那么捐赠的 都是按平均售价 所以选项C 错误 选项D 投资入股的 自产应税销品 应以纳税同类 应税销品的 最高售价 做计税依据 那么头底换 按最高 那么这是正确的 所以正确的 应该是选项 A D 这是考呢 它的计税依据的 有关规定 这是第一道题 第二道题 一道呢 单选题 假厂2022年3月 将一批原材料 送交 遗厂 委托加工为 应税消费品 该批原材料的 不含税价 是10万元 售多方 带电辅料收费 1万 这1万 是含增值税的 你看含增值税的 下边 另收取加工费 3万 也是含税的 那这里边 要不要怎么办 要不要把它呢 给增值税呢 给替出去 要替出去 假定 该消费品的 消费税率 是5% 那么则 该向委托加工 组成计算价格 是多少万元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 咱们呢 这个材料成本 10万 加上呢 加工费 加工费里边 含辅料费 所以是3万 加1万 但含增值税 咱们要怎么办 除以1.13 把它转成 不含增值税的 价格 所以你看 是材料成本 10万 加上加工费 也就是 1万加3万 除以1.13 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两者之和 除以1减5% 这个5% 是消费税的 比例税率 计算出 它的组成计算价格 4.25万 我们选答案C 这道题 它问的是 组成计算价格 而不是问的 应该交多少消费税 这大家要注意 它题目中的 问题问的什么 这是咱们的第二个题目 第三道题 一道计算题 某鞭炮企业 2022年3月 受托为某单位 加工的一批鞭炮 那么委托单位 提供的原材料金额 是30万 收取委托单位 不含增值加工费 4万 也就是说 加工费是4万 鞭炮企业 无加工鞭炮的 这种同类产品市场价格 也就是说 受得方 无同类呢 收价 计算了鞭炮且 应代收代交的消费税 那么鞭炮的 适用税率 15% 那应该怎么办 先算它的 组成组计数价格 是材料成本 30万 加加工费 4万 那么这是 34万 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除以1减15%的 比例税率 计算出 组成组计数价格 是40万 计算出 组成组计数价格 40万之后 用组成组计数价格 40万 乘于15%的 消费税率 计算出 应代收代交消费税 6万 那就是呢 应该代收代交 6万块钱的 消费税 那这是呢 咱们的 这道题目 这道题算到这 你可不可以验算 当然可以了 怎么验算 材料成本 30万 加加工费 4万 加上 消费税 6万 等于组成组计数价格 40万 这个 两个公司算出来 组成组计数价格相等 说明你算对了 否则 咱们就是算错了 这是咱们的呢 第三道题目 那第四题 一道呢 单选题 加企业是增值税的呢 一般大神 2022年1月 外购一批木材 那么取得砖票 注明价款 50万 这是咱们的一个 材料成本 50 增值税额 6.5万 将该批木材 运往一切 委托加工的 木质一新筷子 这木质一新筷子 取得小规模大神 自开的 专票注明运费1万 税额0.03万 那么运费1万 这运费1万 寄不寄到材料成本里边 这是这道题的最关键的点 寄不寄 要寄到 那么你运输材料成本 要寄到呢 材料成本里边 那么支付不含税的呢 委托加工费5万 这加工费 有5万块钱 假定一切 无同类产品的 对外销售 木质一新筷子的 消费税率 5% 一切应 代收代子的消费税 是多少 那我们刚刚说过 在这道题里边 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 它的呢 这个 假且支付的运费1万 应不应该寄到材料成本中 应该记住 只要寄到材料成本中 这就OK了 没事了 怎么办 什么结果 那么一切当月应该 代收代价的消费税 是材料成本 50万加1万 这51万 加上 那么咱们呢 这材料成本51万 加上加工费5万 这是56万 那么除以 1减5% 这是呢 咱们的组成技术价格 算组成技术价格之后 乘以5%的消失失率 计算出应纳消费税 是2.95万 也就是说 售托方应该代收代交消费税 2.95万 选择案底 这是呢 咱们委托加工 它的呢 消费税的呢 这个 呃 代收代交的问题 要求大家 必须呢 掌握 这是 第三个问题 它的组成技术价格的呢 这个 确定问题 下边第四个 委托方将收回的 营销品 销售的税务处理 那对于呢 这个税务处理 是这样子的 首先咱们酒类企业 曾经干过什么事 干过这么一个事 你不生产企业 呃 让我呢 呃 交消费税吗 好 那我下边成立一个全资的销售公司 我呢 把这个酒 以低价卖给销售公司 销售公司 在卖高价给消费者 那这样的话 我消费税不就少交了吗 所以为了呢 降低这个风险 国家规定 这个白酒生产企业 你销售给销售单位的呢 价格低于销售单位 对外售价的70%的 税务机关可以核定 白酒的最低积数价 好了 把这个呢 避税渠道给堵住之后 那么 白酒生产企业 和它销售单位 又干了个什么事 干了这么一个事 我呢 销售单位 呃 现在呢 不直接从白酒生产企业 买白酒了 而怎么办 我买材料 你给我委托加工 咱们想当初的委托加工 委托加工环节 交过消费税 交一个较低的消费税 然后我 把这个酒收回来 我卖较高价格 我消费税的税负 照样能降低 为了解决 这个避税问题 国家后边 确定了什么叫直接销售 你看 我委托方将收回的 应用消费品 我直接销售的 什么叫直接销售 是以不高于 受夺方的 继续价格销售的 就叫做直接销售 我委托你加工白酒 继续价格是 100块钱一瓶 那么下边我卖 就卖100块钱一瓶 此时 由于已经交过消费税了 所以不再交纳消费税 为什么呀 消费税 一次可能值 一个 那下边 如果委托方 以高于受夺方的 继续价格出售的 比如说 你的继续价格是100 我收回来之后 卖1000 那此时 他不叫直接销售 怎么办 按规定 交消费税 交消费税的话 那有一个问题啊 我前面委托加工环节 交过一次消费税了 你再让我交 不就是重复征了吗 那怎么办 他的规定是 按规定交消费税 但是在计算时 允许扣除受夺方 以代收代交的消费税 也就是说 我既不让你多交 也不让你少交 你前面已经交过的 我允许你扣除 这就是呢 咱们这个 界定了第一个 什么叫直接销售 那么如果你不是 直接销售 要交消费税 但是你收的方 以代收代交消费税 允许扣除 这是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的 这是委托加工 收回后的呢 应付消费品 他在呢 销售时 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对于呢 委托加工 我们一起呢 来看几道计算问答题 第一道题 假企业从农户呢 收购了高粱 14万千克 3块钱 1000克 总价 42万元 也就是14万 乘以呢 3块钱 1000克 是42万 所收购的高粱 当月全部委托乙公司 生产白酒 3.5万千克 收到乙公司 开支的专票金额 是5万 税额 0.65万 也就是说 材料成本是42万 那么 加工费是5万 当月收回的白酒 全部销售 收取了不含税的呢 加款是100万 收回卖了 卖了呢 100万 根据以上资料 按下列顺序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 计算出何计数 第一个 计算 乙公司应贷售代价的消费税 那么 应贷售代价消费税里边 要特别注意 我从农户这收购的高粱 它的农产品的进项税额 允不允许从材料成本中扣除出去 不允许 为什么 因为呢 酒类产品 核定扣除农产品进项 那么对于酒类产品中的农产品的材料成本中 那么不扣除 它的核定的增值式税款 这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的 所以 它的组成技术价格 是材料成本42万 医药主义是42万 加上加工费5万 加上白酒是负荷集税 千万别忘了 这是定额税 3.5万千克 乘于每一斤 那么是0.5元 那么每一千克 等于两个五百克 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你看 一斤酒等于五百克 那么所以你一千克 应该等于多少 等于两个五百 所以我的消费税 这是3.5万千克 乘于每五百克 0.5元的消费税 那么你下边是 一千克等于两个五百克 所以这是要有一个 乘二的过程 这个关系的换算 千万别出测 所以这是材料成本 加加工费 加上的定额税 那么这三者之合 除以一减消费率比例税率 计算出 它的组成定数价格 63.13万 那下边 它应该代说代表消费税 是63.13万 乘于20% 这是什么 这是比例税 加上定额税 那么计算出 应该代售代表消费税 16.13万元 这个过程 可不可以做验算 可以呀 你的材料成本 42万 加上加工费 5万 加上 那么咱们的呢 代售代表消费税 16.13万 加在一起 应该等于 组成期值价格 63.13万 相等说明算对了 不相等说明算错了 相等吗 相等算对了 这是呢 咱们要注意的 那么这里边 我们刚刚强调过 在酒类产品的 核定扣除下 产品销售后 才能核定扣除呢 所耗用的 农产品的进项税额 因此对于委托加工 它的呢 白酒的 农产品的材料成本中 那么它应该呢 是不允许扣除 农产品的进项 这是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下边 第二个 计算假公司 当月 应纳的消费税 咱们 以公司 代售代交消费税的 计税价格 是63.13万元 那么 它的呢 这个 售价是100万元 售价高于 总算计算价格 因此 我们应该怎么办 应该呢 这个计算纳税 但是呢 对于 受托的 这个 受托方 已经呢 代售代交消费税 允许减掉 因此 假公司 应纳消费税 是售价 100万 乘以20% 加上 那么 消费税的定额税 3.5万千克 乘以 那么 每斤酒 0.5元 每千克 等于2斤 那么 这个 是定额税 计算出 它呢 这个 应纳的消费税 减去受托方 已经代收 代交消费税 那么减去 16.13万元 得到 假公司 应纳消费税 是7.37万元 那这是呢 咱们所介绍的 这个 委托加工 及委托加工 收回后 它呢 应纳消费税 的计算问题 这是咱们的呢 这个 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是在2020年的 计算问答题中 那么 涉及到了 委托加工的 税务处理 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下 这道题 在其他 监管材料中 图料的 消费税 税率 是4% 那么要求根据上述资料 按下列序号 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 计算出何计数 那我们来看一看 某涂料生产公司 假 是增税一般纳神 2020年的7月 发生如下业务 第一个 是 5日 以直接收款方式 销售涂料 取得不含蓄销售额 350万 那么 以呢 预收款方式 销售涂料 取得不含蓄销售额 是200万 本月已发出 涂料 那么 80% 这里边 咱们虽然还没有讲 消费税的纳税 有发生时间 但是呢 大家记住 消费税的纳税 有发生时间 和增值的规定 是一样的 以预收款方式 销售货物的话 应该是以 货物发出当天 纳税有发生 所以他本月 只发出了 涂料 80% 所以 他只有80% 发生纳税义务 那么另外20% 没有发生纳税义务 针对呢 这项业务 他的问题是 计算业务一 假公司 应交纳的消费税 他应该交的消费税 是多少 是呢 咱们 这个 直接收款方式的 350万的销售额 加上 预收货款 他下边 发出了 80%的头料 所以80% 纳税有发生 所以200万 乘于80% 这80%很重要 那么直接关系到 你这一分得不得 所以乘于80% 那么这是他本月 消费税的技术销售额 那下边乘于4%的 涂料的消费税率 计算出 应纳消费税 20.4万元 第一个 第二个 12日 赠送给某医院 20桶涂料 用于装修 将100桶涂料 用于换取 其他厂家的原材料 当月 不含税的平均售价 是500元一桶 最高的呢 不含税售价 是540元一桶 计算呢 业务二 加公司应纳的呢 消费税 那下边 你赠送用什么 用平均售价 那下边 你换取其他厂家的原材料 用什么 用最高售价 所以 你赠送的用平均 那么换取原材料的 是用的最高售价 这道题 靠的最关键点 所以 我应该叫做消费税 是用20桶 乘以平均售价 500 那么再乘以 4% 这是呢 他应纳的消费税 这是 赠送给医院 用于装修 他应纳消费税 第二个 将100桶 用于换取其他厂家的原材料 应该按最高售价 所以是 100桶 乘以540 那么最高售价 再乘以4% 这他应纳消费税 那么这道题呢 他要求是以万元为单位 保持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所以呢 咱们除以1万 得到呢 应纳消费税 0.26万元 那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个呢 问题 其实考的什么 考的是 头底换 用最高售价 其他情况 用平均售价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个呢 业务的考点 其实消费者的考点 是非常集中的 我个人认为 消费者的题目 应该是考多少分题目 应该拿多少分才对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个业务 第三个业务 15日 委托某涂料厂 以加工涂料 双方约定 有钾提供原料 那么材料成本是80万 以开的专票上 著名的加工费10万 含代电辅料1万 增值税1.3万 以厂无同类产品 对外销售 那下边计算 又三由以厂 代收代租消费税 那这个好不好算吗 好算 是材料成本80万 加上加工费 加工费里边 含辅料费用 但不含增值税 不含代收代电消费税 所以应该是 这个材料成本80万 加上加工费 10万 两者之和 除以一减消费税比例税率 计算出组成计算价格 93.75万 下边93.75万 乘于4% 计算出 应代收代的消费税 3.75万 这个时候 你可不可以验算吗 我们一再说 你该验算要验算 咱们应该验算一下 验算是多少 那么是 排料成本80万 加加工费10万 加消费税 3.75万 等于 咱们的总算计算价格 就有3.75万 那好了 对不对 对 你放心大胆的说 我这道具得分了 OK 接着我下座 那第四个业务 28日收回 委托一场加工的涂料 并用于本 并于本月售出80% 取得不含水销售额 85万 那也就是说 你委托加工收回后 销售了 交不交消费税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第四问是 说明业务4 甲公司是否应该交纳消费税 如果交纳 计算了 消费税的应拿税额 应不应该交消费税 咱来看一看 他的呢 这个 售价 售价是85万 而他的组成计税价格 是93.5万 93.5万乘于80%的话 应该是75万 就是售多方计税价格93.75万 乘80% 因为他卖了80% 那么应该是75万 而他 对外售价是多少 对外售价是85万 出现了委托方将 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 那么销售的话 他是以高于售多方的 计税价格 对外出售的 那此时按规定 应该交消费税 但是准以扣除售多方 以代售代交的消费税 所以咱们应该是 85万 乘于4% 应该交消费税 那么准以扣 75万 因为呢 售多方的计税依据 是80%的 这个部分 计税依据是75万 乘于4% 所以你需要交0.4万元 那么对于呢 这类题目 大家一定要会做 这基本上 不敢说每年必考 也差不多是每年必考的 这基本上可以说 不是每年必考 也差不多是每年考的 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 所以呢 这道题 大家你可以看到 考了什么 考了消费式的 那是一页发生时间 考了委托加工的情况下 他呢 售多方代售代交消费的计算 那么考了这个委托收回之后 用于销售 他的呢 这个税务处理问题 这是咱们的第二个题目 那么委托加工 其实呢 在历年的消费式考试中 所占比重 还是非常高的 大家要提起呢 好度重视 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个 2018年的 这个计算文答题 这是一道6分的计算文答题 原来咱们是6分 现在呢 改成5分了 那么 由于增值税率变了 所以呢 我稍做了修改 我们来看一看这道题 其他相关资料中 白酒的消费税率 是20% 加上每500克 0.5元的消费税 这第一个 那下边 粮食白酒的成本利率 是10%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 按序号回答问题 如有计算 计算出何计数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甲酒厂为增值一般纳神 主要经营粮食白酒的生产与销售 2021年的6月份 发生以下业务 那么首先 他的第一问是什么 简要说明 税务机关应核定白酒消费税 最低继续价格的两种情况 这就是一个记忆的问题 没有什么呢 理解性的东西 两种情况要核定 哪两种 第一个 那么白酒生产企业 你将自产的白酒 销售给销售公司 售价低于销售公司 对外售价的70%要核定 第二个 你将委托加工收费的白酒 销售给销售公司 售价低于销售公司 售价的70%的 咱们要核定 所以你看 两个核定 就是白酒生产企业 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 生产企业销售的计税价格 低于销售单位 对外不含增税售价 70%以下的 售机关应该核定 第二个 将委托加工收回的白酒 销售给销售单位 那么 对外不含增税售价70%的 那么 售机关也应该核定 它的白酒的最低技术价 这是呢 核定白酒最低技术价的 两种情况 第一个 那下边 它的第一项业务 以自产的10吨A类白酒 换入一切的 蒸汽酿酒设备 这要什么 换取生产资料 按什么 最高售价 消费税按最高 增税按平均售价 那么取得一切开的呢 专票上 注明价款20万 增税2.6万 已知该批白酒的生产成本 1万块钱一吨 不含增税的平均售价2万 不含增税的呢 最高售价2万5 那么问题是 计算业务仪应交纳的消费税额 应该按什么 按平均售价 还是按最高售价 按最高售价 所以大家你可以看 消费率的考点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按最高售价 那么应该是2.5万元 乘于10吨 乘于20% 加上 那么咱们的10吨 每吨酒是2000斤 每斤酒 每吨酒是2000斤 是1000公斤 2000斤 乘于每斤0.5元的消费税 那这是以元为单位的 咱们要怎么办 除以1万块钱 那么你都要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应该交消费税是6万块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移送60吨币类白酒 给自设的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不含增税的售价是1万5一吨 门市部对外的不含增税售价 是3万块钱一吨 当月销售50吨 那么计算业务二应交的消费税税额 那怎么办 业务二应该交消费税 它应该是通过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对外销售的 应该以门市部的对外销售数量 销售额 做计税依据 所以应该是 以50吨乘以3万块钱一吨 以150万做计税依据的 所以应该是 这个3万块钱一吨乘以50吨乘20% 这是呢 比例税 这是从价税 加上50吨 一吨乘以2000斤 每斤0.5元的消费税 除以1万块钱 那么也就是说以万元为单位来计算 计算出消费税35万 这是呢 第二个 那这里边考的什么 考的是 纳税人通过自设的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销售的自产应税销售品 应按照门市部的对外销售额 或销售数量来征收呢 消费税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个 第三 受并且委托加工20吨粮食白酒 双方约定呢 并且提供原料 那么材料成本是30万 开专片著名加工费8万 增值税呢 1.04万 那么甲酒厂同类产品的售价 2.75万 那你看前边说了材料成本加工费 然后给了甲酒厂同类售价 那我们应该按哪个做计数依据 应该按照售托方的这个同类售价做计数依据 你看说明业务三的消费税纳税义务人和计数依据 对于委托加工谁是纳税人 消费税的纳税人是委托方 所以委托方是谁 委托方是丙企业 是丙企业是消费税纳税人 那么计数依据是售托方的同类售价 售托方同类售价2.75万元一吨 那么做计数依据 下边第五问 计算又三应交的消费区税额 应该交多少 应该是按2.75万的同类售价 乘以20吨乘以20%的比例税率 这是从价税 加上的20吨乘以1吨2000斤 乘以0.5的美金的定额税除以1万 也就是说单位一定要统计到万元 那么计算出应那消费税13万元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道题考的什么 有同类售价 按同类售价 没有同类售价 才按速成计数价格 这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道题中我们考了什么 考了呢 对于纳神来讲 你去呢 通过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 他呢计数价格 计数依据的问题 考了咱们的头底范 按最高售价的问题 考了这个委托加工 谁是纳神 以及呢 他的计数依据的顺序 有售价 有售多方同类售价 按同类售价 没有同类售价 按组成计数价格的问题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委托加工 应那消失计算 这个呢 指示点 应该说 在历年考试中 委托加工的 税额计算 收回后 消失的税务处理 在历年考试中 都是重要的考点 大家要提起呢 高度重视 好了 对于委托加工 应那消失计算 我们先学习呢 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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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